八十龍好的莊顏 沒辦法形容 也就是世尊裡面 你看那個 我們一般講 鹿 是很怕生的 鹿 是很怕生 這個時候鹿不怕佛頭 他就站在那邊引靈 蹬著佛頭這樣看 蹬著佛頭這樣看 非常的吸引力 也就是佛頭的慈悲裡面 讓眾生能夠射受 這時候還有那種牛 牛本來很累 很辛苦了 但是牛看到佛頭的時候 也都是安靜下來 看著佛頭 牛眼都看著佛頭 路上的路人本來衝衝滿滿在走路 這時候也看著佛 你看佛頭多吸引人 佛頭成道以後 當時的吳比丘看到佛頭 就不認識人 而且非常莊圓的都起來 一走進來才知道 原來是希臘多太子已經成佛 這時候佛頭就跟他們講 四聖地講苦其滅道 一講 第一個叫做焦成爐 他就馬上正到虛托丸 得出果 其他的四個人在聽 慢慢的他們得出果 然後這五個人通通正到阿羅漢 得阿羅漢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佛頭講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當然都是有因有緣世間級 有因有緣世間面 為什麼會成就到這種程度之下 其實這五個人跟佛頭在過去生裡面都有因緣 曾經這五個人 他們曾經是做五個夜叉鬼 過去生裡面是做五個夜叉鬼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國王 他是用勸眾生 他的國民裡面都是要行食戰法的 那他行食戰法的時候 這個夜叉鬼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因為大家都作善 沒有作惡 沒有作惡之下 就沒有什麼災難可以發生 所以這個夜叉鬼很飢餓 那就去跟這個國王哭訴 你這樣 你做這種好事情 我們鬼反而哭 所以你要布施東西給我們 那我們要新鮮的血 那這個國王叫做磁利 也就是後來釋迦佛 這個磁利國王就說 好 那我布施給你們 那磁利王就從身上 從他的血脈裡面挖了五個地方 那從血脈裡面噴出血出來 就給這五個鬼 夜叉鬼吃給他們喝 然後這個時候磁利王就發怨 我現在用身上的血餵飽你們 讓你們離開這個飢餓的渴 飢餓的苦 那以後我成佛的時候 我要用正法 讓你們能夠離苦得樂 去除你們貪嗔痴的毒 這個 所以到最後釋迦佛 他成佛的時候 是先渡這五比丘 是有這個意願 當我們聽到這個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這五個比丘其實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因為從此以後他不會再生死淪為 受苦 但是最幸福的是誰 曾經努力過的人 釋迦牟尼佛 他曾經努力過 所以他現在能夠餵飽一切眾生 讓眾生能夠離開煩惱痛苦 也不再受苦淪為 他自己本身有記住這種大功德 大力量 當我們這樣知道以後 他先渡五比丘 後來就開始 一面再渡五量無邊的眾生當中 一面又在講大聖法 他在宣揚大聖目的在哪裡 目的是 如果我只有講聖文 讓他證阿羅漢的話 那後面有誰會成佛 沒有人會成佛 那沒有人成佛的話 佛是不是斷種了 對啊斷種了 所以我還是要宣揚大聖法 不僅宣揚生文正阿羅漢的法 也宣揚成佛之法 所以他講了 波爾金 波爾金教眾生發菩提心 成佛之道 成佛之法 當然 這個秩序這樣一直下來以後 還跟眾生講 也會啟發阿羅漢的佛心 也就是讓阿羅漢也能夠知道 菩薩的可貴 佛的可貴 慢慢讓菩薩能夠知道 佛的可貴以後 佛的功德以後 漸漸的 佛陀到最後 講法華經 告訴阿羅漢 但佛之佛也都會成佛 而且講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這個在法華經裡面有講 這是非常殊聖的 佛陀從初轉法的文綠驗證當中 講了小聖經典 講了大聖經典 在那邊 度量會變成衝聖以後 在最後 有一個叫 梢羅雙樹 在那邊入內盤 當然 在這個世間裡面 他度化的音源已經成熟了 聚組了以後 他入內盤 這時候 最後門來供養的人 叫做 捉諾 還有一些在家中 也來歸依文法 後來 就是須把陀螺到處也文法 佛陀跟他講 如果這個世間沒有八正道的話 就沒有人能夠解脫 我的佛法裡面有八正道 所以會有出國二國三國四國的聖人 須把陀螺他這樣一聽以後就出家 出家以後就鎮阿羅漢 就比佛陀早一步入內盤 這個在我們以前講的 佛陀過去生裡面跟須把陀螺是有因緣的 也就是須把陀螺他在過去生裡面是一隻兔子 佛陀在過去生裡面是一個大很有力量的鹿 在一個森林大火的時候 所有的野獸通通沒辦法逃離開 那個森林大火 因為三個邊是森林 那一邊是河流很大的河流 另外一邊是森林 那森林大火已經燒到整個森林都燒起來 所有的野獸都很髒 沒辦法離開這個大火 那只有這個路 他說我的身體可以從這個地方跨過去對岸 那所有的野獸如果從我的身上過去的話都會逃命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大鹿他就跟大家講 你們從我身上過去吧逃命吧 那大家都過去以後 到最後他要身體支持不住了 要掉到河流去的時候 最後是這個兔子 蒼蒼蒼蒼蒼蒼蒼的逃過來 過岸了以後 這個鹿才掉到河流去 鹿以身體為橋 所以有個名字叫鹿橋 他是借著這個身體來度化終身 那釋迦佛他在這一生裡面 曾到以後到涅槃當中 49年 這個時候他也是到最後身體眼淚 但是最後這個須把頭了 就是那隻兔子 過了他的被佛陀所度了以後 佛陀才捨抱入涅槃 當佛陀捨抱入涅槃的時候 所有的天地都大動 天人都很哀嚎 那當大家用轉輪聖王的那種葬法 要葬釋迦佛的時候 大家用火要燒他 燒這個棺木的時候 火燒不起來 為什麼 大家釋尊者還沒有回來 加釋尊者還沒有回來 所以還燒不起來 當加釋尊者回來的時候 佛陀的腳伸出來 然後 大家這尊者跟佛陀頂禮 然後承諾 要把佛法流傳下去以後 佛陀腳又縮回去 代表佛法傳承下來 傳到加釋尊者 然後加釋尊者 又把 再把佛陀逼以後 佛陀的慈悲 到這邊我們又可以看到佛陀慈悲 佛陀就讓眾生 當見到佛的設立的時候 每一個設立就好像佛親身 現身 在幾年前 我們台灣有從大陸那邊 有迎接法門式的佛子設立到台灣 所以我們曾經在公逢聖會的時候 我們就種下以後解脫成佛的因緣 還有我們也曾經有到香港那邊 有去做佛子設立的聖會 所以我們每一個參與的 我們都有這個因緣 種下這個因緣 佛陀把全任這個設立分配給幾個國家 當時的天上人間 都有種下這個分配設立的因緣 好 那加釋尊者這個時候 他答應佛陀要把佛法傳承下去以後 天人來請法 請加釋尊者要解體經典 把經典流傳下來 讓眾生能夠離古得樂 加釋尊者這樣想 佛陀他從無量式以來所得到的佛法 如果就因為佛的設身壞了 虐盤了以後 連法都沒有 那眾生好像有這種燈光 突然間已經沒有燈光了 那不是又在黑暗之中 大家又輪迴受苦 對啊 那佛陀的法怎麼傳承下來 要靠我現在去把召集的阿羅安門來解禁 那所以加釋尊者他就開始敲劍槌 他敲劍槌的時候念著一首祭 要所有的這些阿羅安門都回來 所以他念著說 佛諸弟子若念於佛 當報佛恩 末入虐盤 因為那時候所有阿羅安門看到 我的老師 我的師父 釋迦摩尼友都已經虐盤 我也要虐盤了 但他搶著要虐盤 那這個時候 加釋尊者 聽到加釋尊者 在通知說 你們要趕快回來 先不要讓法滅掉 不急等這個事情 解禁經典辦好以後 你們再虐盤 所以這個時候 選了999個阿羅安 最後一個 要等阿南尊者 但是阿南尊者還沒有正阿羅安 所以還不能解禁經典 那這個時候要去上去 天上找佳萬波底來 那佳萬波底問說 世尊呢 世尊涅槃 我的和尚 涉地佛呢 涉地我涅槃 穆建年尊者呢 也涅槃了 阿南尊者呢 他在懷念佛頭 他的欲愛未除 他的愛心還沒有斷 所以不能解禁經典 那佛的孩子 佛羅呢 佛羅羅 油化人間 那這樣我的佛頭到 那時候 涉地我尊者 我的和尚們通通已經虐盤 我也要虐盤 所以他也在天上虐盤 這時候 佳奢尊者就找阿南尊者 就跟阿南尊者 問了幾個問題 那問了幾個問題 阿南尊者就 在那個晚上就成道 就解脫正阿羅安 然後去見佳奢尊者的時候 佳奢尊者 你說你有正阿羅安 你從你的 我的門的鑰匙孔進來 從鑰匙孔進來 那這個時候的阿南尊者 真的 他已經成道 定位俱主解脫阿羅安 所以就變化從鑰匙孔進來 一進來以後 跟加州尊者懺悔 懺悔以後 就一起解禁經典 當阿南尊者 生法座的時候 我那個大家以為他是佛頭 因為阿南尊者非常莊嚴 那當他生法座以後 他就講 如是我 我一時佛在哪裡哪裡哪裡 守法 有多少的比丘生 誰從中 那這樣之下 開始解脊世阿涵 解脊世阿涵 然後解脊禁律 世阿涵 還有那個叫做修多羅 就是經葬 解脊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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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時在當時 也問到一個問題 問阿南尊者說 明樂菩薩問阿南尊者說 那大聖經典 怎麼沒有解脊 阿南尊者說 大聖經典 所以有一些眾生很難相信 這個另外解脊吧 所以後來 彌勒菩薩 文術菩薩跟阿南尊者 他們另外去北的地方解脊 那個大聖經典 為什麼大聖經典很難相信 你剛才聽到說 我們的佛陀他捨身捨命 就為了得到法 他捨掉這生命 是不是很難相信 確實很難相信 才為了一手祭而有 一切喜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運空無相 無我 無我 無我所 才這樣一手祭 就捨掉這個七二之女 會相信 你會相信是表示 你對佛很有信心 而且你善根很夠 煩惱少的人 才辦得到這件事情 一般人都做不到 一般人會很難理解 因為為什麼 眾生执著自我 眾生懶著五運 眾生為了這個身體 對周遭的一切的人事物都很有感情了 而眾生的眼光 只向外面看 不會反觀自己 所以眾生很難理解這種事情 所以阿南尊者說 這個另外階級 所以小聖經典是在王社總階級 大聖經典另外地方階級 這些人 你會感到 我們真的有佛的時候 有法的時候 你的信物沒辦法形容 那佛陀他的本質 佛陀他的本質 是沒有分配性的 那佛陀會不會 貪愛明文利養 不會 佛陀會不會說 你們總統恭敬我 國王恭敬我 我就在這邊多待時間 待久一點 不會 佛陀不會做這種事情 那佛陀來到這個世間的目的在哪裡 佛陀來到這個世間的目的 是要度眾生 讓眾生離古得樂 宣說妙法 所以有一次王社成的平伯沙羅王 他在供養佛陀以後 還有大臣們也供養佛陀 婆羅們也供養佛陀 所以有一些眾生都供養佛陀以後 佛陀說我要離開了 離開這邊到北的國家去 這時候的所有人都勸佛陀住下來 讓我們再供養 佛陀說不留了 人家就很傷心 佛陀離開我們的國界 大家很傷心之下 這時候有一個庸人 說不用傷心 不用傷心 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他去見佛陀 這個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佛陀 這個佛陀 他是一個庸人 他很窮 他是一個窮人 他這一生也沒什麼福報 當他去見佛陀的時候 他跟佛陀說 世尊啊 你出事的目的 是要救度一些眾生 那你像我這麼貧窮的人 像我這麼苦的人 你要悲憫我 讓我也能夠離苦得樂 求世尊接受 明天接受我的供養 世尊說好 沒有第二句話 世尊真的很自卑 所以有一切的國王 他們有信心有福德 世尊就說 我要到北的地方度化眾生 不會因為是王公貴主而多留 所以他不是貪乃民文立養 那這個還沒有種下得度因緣的 佛陀就讓他種下這個得度因緣 所以他種下這個得度因緣以後 布施供養以後 這個王公貴主這個國王就很感動 那這個國王就 就答應這個福利傑這個用人 答應他出家 一出家就很快就正阿羅漢了 那因緣俱足 你看佛陀對一切眾生的心是平等的 所以做佛陀的孩子真的是幸福的人 我們這些幸福的孩子 你看我們的父親這麼好 當我們了解到這個以後 我們再看看佛陀 他對魔王 魔王都擾亂佛陀在度化眾生 佛陀會不會對魔王起稱 不會啦 佛陀怎麼對待魔王 在成道的時候 魔王用天兵天降要來害佛 佛陀把它變成靈蛙陰弱 魔王來擾亂佛陀 佛陀告訴他 身是不親近是無常的 佛陀在度化眾生的過程裡面 魔王也常常在擾亂 但是佛陀都沒有生氣 等到佛陀滅度一百年的時候 佛陀居多尊者 度了很多人爭阿羅漫 有一次佛陀居多尊者 在那邊入定 魔王很調皮 魔王很調皮到 他就拿了一個花曼 像我們看到一些 伊朗那些地方的那些人 他們就用花 用花把它裝一個圈圈 戴在頭上 出家人戴花曼是犯規的 不得酌香花曼 所以這個佛陀居多尊者 出帝以後一看 我的頭上怎麼有這個花曼 是誰弄的 他就入定一觀 原來是魔王波尋 給我戴上這個花曼 魔王作弄我 然後他有用神通力去見魔王 他見魔王的時候 花曼對出家人是不親近的東西 是對世間人是親近的 那這時候的 佛陀居多尊者 他還用一個 魔王最不喜歡的東西 把它掛上去 身上掛了三個屍體 一個是死人的屍體 一個是死屍體 死狗 死蛇 死人 死狗 死蛇 還有死狗 這三種屍體 把它掛上去 臭得要命 魔王什麼時候 有這麼臭的東西 死神上不會 他福報很好 所以當魔王被掛這個東西的時候 要趕快拿下來 因為魔王也有他的神通力 但是拿不下來 因為他的神通力 還輸給這個佛陀居多尊者 所以魔王趕快求救帝師 帝師說我沒辦法 這個只有他能夠 解靈還去吸靈人 跟你掛屍體的人 才能夠解這個屍體 那見犯天王 犯天王也沒辦法 只有這個尊者阿羅漢 才能夠解你的苦 所以到最後 找騙所有的人 都沒辦法 只有回來 乖乖地接佛陀居多尊者 佛陀居多尊者 佛陀居多尊者跟他 就跟他講 你作弄我 但是你也要知道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好 那他不對就唱尾 唱尾以後 佛陀居多尊者叫他 你要歸一三寶 魔王跟他說 釋迦佛在的時候 我都沒有受過這種苦惱 他也沒有叫我歸一三寶 到現在 你叫我歸一三寶 之前你還先讓我起苦惱 世尊真的大慈大悲 你看我擾亂他那麼久 他還沒有讓我起苦惱 你可見佛陀 後來魔王會歸一 所以魔王在等到 彌勒佛出世的時候 魔王都是復乏 父法魔王大將 我們在人生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那個地方有講 所以你看佛陀他不會撒亂眾生 他心中沒有對立者 這個我們了解以後 你再來看看 我們應該應不應該 恭敬禮拜世尊 絕對是要的 這個還有話說嗎 我們知道禮拜恭敬佛陀 有五個功德 禮拜恭敬佛陀這五個功德裡面 其中第一個 是我們會得到端正像好莊嚴的報 每一個人都希望漂亮對不對 希望莊嚴嘛 這是沒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果報 我們知道因是什麼 才有知道這個果 當我們見到佛的佛像的時候 我們發的是歡喜心 看到佛像也歡喜了 這時候我們就會得到 端正美麗莊嚴的果報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佛像也不要眼睛只瞄過去 什麼感覺都沒有 沒有那個效果 很可惜 我們應該看到佛很歡喜 甚至你可以合掌看著佛 太好了 那第二個報 是好音聲的報 我們的聲音很好聽 聲音好聽的音聲是什麼報 是什麼果 音源是什麼 就是念著拿摩佛 拿摩法拿摩聲 人家稱念拿摩佛的時候 就以後會得到好音聲的果報 那有念拿摩釋迦牟尼佛 拿摩奧密陀佛 歸依佛 歸依法歸聲 歸依奧密陀佛這些 我們會有這個報 第三個 會有那個財富的報 是因為我們在布施 布施花啦 布施水果啦 布施飲食啦 布施種種房子啊 供養佛的時候 以後我們會大財富報 這是有這種因果關係 所以我們在佛殿裡面 在佛寺裡面 我們布施是有很大的果報的 那第四個 還有什麼報 就是下一輩子 我們會生在富有人家 下一輩子我們會生在富有人家 是因為我們心沒有染著 誠心的禮佛 恭敬佛 我們會生在富有人家 做富有人家的孩子 那一生在富有人家裡面的孩子 我們當然是富貴報啦 所以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 我們對佛有信心 我們願意持戒 信戒文師會 我們對佛有善心生氣 以後我們會生到 那個三三天 這個 那以後漸漸我們會解脫成佛 所以這個 我們做最幸福的 佛陀的孩子 是我們最大的福報 也會升級的 功德 智慧 圓滿 總統這些 當我們去世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感念佛陀 很懷念佛陀 就像優伯基督尊者一樣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 禮盡公盡成事 世尊如來 阿彌陀佛